有一个人物叫西比达 西比达就是在独开主里面讲 是一个福气的意思 因为在这个大午部落里面呢 西比达牺牲了他自己 所以患得了部落的安全 让他们生活非常安定 所以从他们的演出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部落是怎么样生存 怎么样来延续他们的生命 让他们大大小小都为西比达 为一个他们的标杆 让他们真的是要学习 好让他们这个部落里面 能够继续地成长 继续地发展